诗词小课堂 中华大世界 读诗词听故事 给孩子一个有诗有梦的童年 各位好 欢迎来到诗词大世界 我是子妃 在上一期节目中 我们讲了唐朝的大文豪 白居易所写的一首词很短 叫做《易江南》 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江南好 风景九层安 日出江花 红盛火 春来江水 绿如蓝 能不易江南 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一首 《易天一首诗》的环节 我们给您讲的是 另外一位唐朝的大诗人 杜甫所写的《天末怀里白》 我们说了杜甫写了很多很多诗 是用来纪念也好 然后追思也好 李白的 因为李白比杜甫大概大了 年龄大了不少 那么杜甫是用一种仰望的 仰望前辈 仰望文学高峰的态度来 看待李白的 我们来看看这首 《天末怀里白》是怎么写的 梁风起天末 君子亦如何 红雁几十道 江湖秋水多 文章赠命答 赤妹喜人过 因共怨魂雨 投尸赠米罗 那么里面好像提到了一些个什么典故 我们来看看 首先我们说天末指的就是天的尽头 因为当时李白 他被流放到了夜郎 夜郎就说感觉已经到了天尽头了 君子就是指李白 红雁 红雁这里用来比喻书信 在古代经常有一种说法叫做红雁传书 就说天上飞的大雁 因为他每年要往返中国的南北 他可以传书信 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经常用红雁来代替书信 江湖指的是充满风波的路途 一般说到江湖 都是有矛盾的 那么在这里 杜甫用江湖这个词来指 李白在流放的行程中 并不是一泛风顺的 也是充满了一些个坎坷 那么这个命指的是命运 时运 而文章这里就指泛指文学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有文采的人总是会遭到命运的忌妒 就像红颜薄命一样 长得漂亮的人 胭脂高的人 可能是以前现在 胭脂高的人还挺受人追捧的 另外比较有才华的人 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天度英才 遭到了命运的忌妒 那么痴魅 痴魅指的是什么 有一个词叫做痴魅亡良 大家如果认识这个字的话 就发现这四个字都带着一个鬼 所以痴魅亡良指的是鬼怪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真的有鬼 而指的是坏人或者是邪恶的势力 那么这句诗的意思是说 痴魅亡良这些个邪恶的势力 或者是坏人 喜欢幸灾乐祸 说明李白被贬被流放 是被人诬陷的 就是被那些个坏人从中作梗 我们再来看说冤魂 冤魂的指的就是屈原 屈原大家非常熟悉 屈原也是被放逐 后来投了米罗江自尽而死 杜甫深知李白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国的人 但是却被蒙冤放逐了 正和屈原当年是一样的 所以杜甫说 李白你应该跟屈原 一起来诉说一下 你们相似的远屈 秘罗指的就是秘罗江 在湖南省的香阴县东北 那么秘罗江比较出名 就是因为屈原 跳入了米罗江自尽而亡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 这首诗并不算短 到底是什么意思 凉风嗖嗖地从天边刮起 你的心境是怎么样的 这里的你指的就是李白 杜甫很想知道 李白当时怎么想的 杜甫说了 我对你惦念不已 我的书信 不知你什么时候能收到 只恐江湖险恶 秋水夺风浪 创作诗文呢 其实最忌讳有坦荡的命运 坚定小人 最希望好人犯错误 你与陈冤而亡的屈原 相同的命运 应该投尸于密罗江 诉说你们的冤屈和不平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杜甫对于李白所遭受的 不公平的命运 以及对他的满怀的诗情 是多么的景仰 那么由此写出了这样的一首诗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末怀里白 梁风起天末 君子亦如何 红艳几十道 江湖秋水多 文章赠命达 赤妹喜人过 因共冤魂雨 投尸赠米罗 为什么说文章赠命达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真正伟大的文学家 一般来说 他的生活 他的命运都是不幸的 正是这种坎坷和不幸 造就了这样伟大的文学家 和伟大的文学作品 好 今天的一天一首诗 我们先讲到这儿 希望您锁定中华电视网 关注我们的诗词大世界 我是子飞 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汉字小课堂 我是小璐 今天我们和子飞老师 一起学习了一首 唐代杜甫写的诗 那么这首诗它主要是用来怀念李白的一首诗 名字叫做《天末怀李白》 其实之前我们在子飞老师的中华小故事这个环节里边 有听过关于杜甫给李白写诗的故事 那么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就知道杜甫其实他这一生写过很多的诗都是送给李白的 或者说怀念李白的 那么从这个里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杜甫是特别喜欢李白 或者说特别敬仰李白的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汉字小课堂里 我们就要学习一个这个喜欢的喜字 它呢出现在这首诗的文章《赠命达》 《痴妹喜人过》这一句里 那么喜啊 其实大家应该经常的接触到 因为喜就是喜欢的喜 很多的小朋友可能都知道啊 比如说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可能会问 说你喜欢做什么事情啊 就比如说放假了 或者说这个周末问小朋友喜欢在家里玩呢 还是出去玩呢 所以说这个喜欢的喜啊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咱们英文里边的like 喜欢乐意去做的这样的事情 不过其实喜啊也并没有那么简单 不管是从它的字形到意思 如果作为一个汉字啊 其实都希望大家更多的去从它的字形 和它的意思去理解去记忆 如果大家知道怎么用英文的like 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汉字小课堂 大家可以知道喜欢的喜怎么写怎么用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喜欢的喜 汉字是怎么写的 喜呢它是上中下结构的一个汉字 如果我们把它拆分一下 拆成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简单的汉字的部分呢 它上边是一个士兵的士 横竖横要注意的是上面的横比下面的横要长 那么喜中间啊是一个大豆的豆字 下边呢还有一个口字 方方正正的口字 相信很多的小朋友都会写也都认得 那么这样的三部分大家来记忆一下 就组成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字喜 不过有的小朋友会不会问一个问题 也说小鹿以前讲的很多的字 它的字形都和它的这个意思有相近 那么今天的这个喜字是不是也有这种意味呢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喜这么写呢 如果我们往这个古时候去看的时候啊 那就发现了其实喜呀 它和本来的意思也是有关系的 喜呢是一个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是什么意思呢 象形文字啊它的意思就是说 写字和画画差不多 把喜欢的喜的这个喜庆的场景给画出来 就形成了这个汉字 所以说叫它象形文字 所以说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喜呀 喜它代表高兴 英文里面我们有一个词也代表高兴 叫做happy 那么高兴的时候人们会怎么样呢 什么样的面部表情 人啊就会笑 这个时候就代表人非常的高兴 或者说英文说的非常的happy 那么喜这个字里边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人笑的时候是不是嘴就咧上去了 喜呢 它的字形里边有两个口 再加上其他的部分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像小鹿一样 这个看这个喜字就能看得出来 其实啊感觉上就是特别喜笑颜开 张着嘴在笑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如果大家没看出来 也没有关系这个长时间的再看一看 这个喜真的就吵你笑了 其实喜作为一个象形文字啊 它还有一个解释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嘴笑兮兮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之外呢 还有一个解释就是 因为在喜庆的情况之下呢 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东西来一起庆贺呢 一般呀都会敲鼓庆贺 尤其在鼓时候的时候 那么啊 人们就把这个喜的字形 看成是鼓的组合 这个当这个鼓敲的震天响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呢 就是喜庆的事情发生了 为什么说鼓敲的震天响和喜有关系呢 大家来看这个喜啊 这个里边有两个口字 而且有很多的字形上都是方方正正的 是不是也像这个鼓螺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造型呢 所以说如果小朋友想学会这个喜怎么写 也可以从这两方面去想一想 一方面啊 是这个嘴这个喜笑颜开的 这样的一个表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个喜庆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要敲鼓庆贺 也是方方正正的这样的一个字形 好了 说完了字形啊 我们用喜来组一下词 来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首先 最最最常用的词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 那就是喜欢 小朋友是不是其实每天也都在说这个词呢 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叫Mike Mike喜欢什么呢 Mike喜欢玩乐高 再举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小朋友叫什么呢 还有一个小朋友叫Joy Joy喜欢吃橘子 但是不喜欢吃苦瓜 是不是也像这个电视机前的很多小朋友一样呢 喜欢吃甜的东西 不喜欢吃苦的东西 其实就像上面这些例子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到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的表达 另外呢 我们说到了主词 我们有两个字的词 当然还有四个字的叫成语高级的词汇 那么再给大家举一个有喜字的成语 叫做喜心厌旧 大家来想一想喜心厌旧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喜心厌旧从字面上我们就知道了 是表示喜欢新的不喜欢旧的 那么举个例子 比如说奶奶给Andy买了一套新衣服 那么Andy啊就特别想穿这套新衣服 他就不再想穿旧衣服了 那么这里边是不是可以说Andy稍微有一点喜心厌旧呢 那么喜啊还可以主词 比如说喜好 喜好是什么意思呢 喜好啊就是喜欢的爱好 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说爸爸的喜好是跑步 妈妈的喜好是做瑜伽 那么家里边小朋友Tim的喜好是什么呢 是游泳 特别的好啊 一家人都喜欢运动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家庭就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家庭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学习了喜字 最后呀还要给小朋友们留一个小作业 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华人朋友结婚的时候啊 为了增加这个喜庆的气氛 那么通常都会在家里的这个门上 还有窗户上贴特别多的喜字 但是小朋友有没有好好观察一下 这些喜字啊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喜字的写法 有点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看起来啊 这个喜字好像是喜上加喜 它的边上还有一个喜 为什么要两个喜字 才作为这个结婚的贴在门窗上的 非常喜庆的这个字呢 大家可以回去啊和家里的长辈们去讨论一下 说为什么是两个喜字贴在那儿 而不是一个喜呢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汉字小课堂的所有内容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来听紫菲老师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